哈囉大家好,我是菲英 最近政府又宣布了要繼續停課到暑假結束嘛 但是我們國中升高中資源選田卻沒有因此而停辦或是延期 因此有不少學生都跑來私訊我 問我說關於資源選田上的一些問題 然後我真的覺得一個一個回有點累 所以我決定把它做成一支影片來跟各位做介紹 因此這支影片就是來講關於資源選田 你要注意的一些事項、時間軸 還有關於個別序位區間要怎麼樣看 我們事先聲明這部片是專門for國三生 或是你有國三生的家長 這部片就是專門給你們的 那如果你不設可能這部片對你就不會有用 這支影片內容會包含在資源選田上的時間軸 注意事項 還有關於個別序位及累計區間人數 在填寫資源上的影響 希望看完後各位 都可以填上你心目中的理想志願 那事不宜遲 馬上進入我們今天的介紹吧 首先我們先給各位看一下全部的時間表 我們晚點會把幾個比較重要的時間點 再特別拉出來做解說 我們按照時間軸來說明 首先是6月11號早上8點 你可以登入教育部網站進行查榜 點擊學生查榜 輸入你的身份證 還有一些相關資訊就可以查榜了 教育部網站的網址 我放在影片下方說明欄中 需要朋友再點擊下方連結進去吧 接下來6月15到6月22 就是一連串的放榜 報到還有放棄 如果你是有要報名實用技能學成 既有真審 高值特招 還有五專優美的朋友 請記得注意一下我們打在上面的各個時間 另外如果你在6月17日的五專優美放榜當天 發現你沒有上你想要的學校 那你就可以改成到你就讀的國中申請五專聯免 只是各個學校都有自己的五專聯免報名方式 有些國中是採取個別報名 有些國中是採取團體報名 就麻煩各位多關注學校的升學相關資訊囉 還有如果你在放榜後發現自己的會考成績很不錯 感覺可以去到你想去的學校 正好實用技能之類放榜的學校又不是你想要的 那就不要去報到了 這樣就可以去參加後面的高中職志願選田 如果你在剛剛講到的四個升學管道 已經繳交畢業證書或切結書進行報到的朋友 你突然想反悔 那就要在時間內完成放棄的動作 拿回你的畢業證書 這樣才能繼續參加後面的升學管道 如果你報到了又沒在時間內放棄 就只能跟你say sorry囉 你後面就不能參加免試志願選田或五專聯免了 因此當你要放棄時一定一定要想清楚 因為你放棄後就沒有機會反悔了 但如果你對自己有信心 可以在後面免試入學中填上你想要的學校 那就抽吧 Ready go 好 接下來就到六月二十四要開始進行的 高中職免試志願選田 這個也是最多人要進行的 這是你一定要想起你第二次試選田時 所使用的帳號與密碼 如果三次沒登入成功 你的帳號就會被鎖起來 這樣你就完全不能填志願囉 那如果你真的忘記你的密碼的話 可以打電話給你的班導師或學校的教務處 找註冊組長幫你們處理 等老師幫你重設密碼後 請記得把重設的密碼抄下來 不然等等你就要上學校的黑名單啦 免試志願選田是從六月二十四號的早上九點 到六月二十七號的下午五點 在六月二十四號當天 也會開始開放會考成績的個人序位查詢 在網路上搜尋高中職免試入學志願選田系統 各個區域的志願選田系統都不同 請記得搜尋自己所在縣市的查榜系統 我們一樣用台南市的做示範 搜尋台南市高中職免試入學志願選田系統 點擊免試學生查榜就可以了 這個查榜請各位一定要去做 因為這關上你是否可以成功上到你想要的學校 在六月十一號的成績查詢上 你只會知道你是幾A幾B幾C 確切的位置還是要透過六月二十四號的個別序位查詢才知道 至於個別序位查詢要怎麼看呢 這邊我就直接舉例給大家做解說 這張是你們登入資源選田系統時可以看到的資訊 比例區間代表你所在的位置 百分底的數字越低代表你的位置越高 舉個例 1%代表你是100裡面的No.1第一名 100%則是100裡面的第100名 也就是最後一名 累計人數區間則是具體你所待的位置 像是圖片寫到累計人數區間 532人到645人 代表你目前的分數最多輸給644人 你就是532名到645名之間 這邊提醒各位兩點注意事項 1.會考序位是以百為區間的 數字的呈現像是 611到700 112011到11300 而不是像模擬考中廠商所列出的精準數字 所以請一定要確認自己的成績大概會落在哪個位置 2.會考序位是沒有分男女排名的 所以要選擇第一支援男女校的同學 就要認真計算一下具體的位置 關於個別學位的分數計算 請參考下表來做計算 相信大部分同學應該在提供前都有算過了 我們就不多做介紹啦 接下來我們講講該如何透過累計人數區間 讓你的計算有更大的機會 可以上到你心目中的夢幻學校 我們這邊一樣以台南市做舉例 將各高中指的錄取人數列出來 並按照社會習慣的順序來排列學校 再將各校錄取人數加總後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序位 推估自己大概會在哪間學校了 這是110年我自己 按照台南市通常常見的夢幻資源分數進行的排序 在講解之前我們先給各位做個小測驗 他叫王曉明 在所有報名免試入學的人當中 他排名530到645名 他連男一中的話 他是否可以上呢 給各位3秒的時間想想 3 2 1 想出來了嗎 答案是99%以上 為什麼 因為所謂的個別序位 是男女混合的 就算王曉明是645名好了 以男女各半來做評估 王曉明在男生中至少也是400名 他就有很高的機會可以上一中囉 因此透過個別序位 再配合錄取名額 就有很高的機會 可以找到你心目中 夢幻且合理的學校 但必須強調 以序位推估是否能錄取 社會習慣所定義的前六志願學校 是相對精準的 但若是中段學校 又或者是成績中段的學生 說實話 蠻難判斷的啊 因為這個區間不但學校多 學生多 又有地域選擇區別 那像高職科技選擇喜好 真的太多元了 根本就想大混戰 這邊講一下個人建議的志願選填方法 在前兩志願中 填入還有點機會的夢幻學校及科系 第三四五六志願 就要填最有機會的學校 至於七八九十志願 就是你鐵定會上 又勉強能接受的學校和科系 也就是所謂的備胎 避免你出現一個高分落榜的狀況 畢竟沒有人可以百分之百向你肯定 你可以上你所填的學校 至於更詳細的資訊 建議你去詢問你們學校的輔導老師 他們才可以根據你的狀況 做出專屬於你的建議 最後的最後 還是要提醒大家 記得在七月十五號去報導 繳交學校要求的各個資料 如果沒報導 你就只能一間一間的電話詢問 還有哪些學校有缺額 等到八月三號去沒招滿的學校參加續招了 至於那種沒招滿的學校 你知道的通常都不怎麼樣 這樣你肯定就上不了你要的學校了 所以一定一定要記得去報導 OK? 好,那今天關於免事數學時間 還有比例和個別區域的計算方式 介紹就到這裡 希望今天影片對你會有幫助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麻煩幫我的影片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私訊的粉絲專頁跟我進行討論 我會盡力回答你的問題 但還是建議各位去詢問你們學校輔導老師 我是菲,我們下次見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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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d